主席 我們請部長 好 請部長 還有署長 石耀署署長 好 請署長 委員好 部長長 部長 我們今天主要討論一下加牛的一個問題 從去年開始加拿大他通報了這個狂牛症的案例之後 其實從去年到今年我看政府 就從報告裡面看到 不管是舊政府或是新政府交接之後 其實做了不少事情 那我想要問一下部長 這中間石耀署對外所公開的資料跟報告 你覺得他對於民眾的公信力高不高啊 我們多照這個科學證據 有證據出來就會跟各界來報告溝通 好 那所長你有沒有要補充什麼 剛剛委員所說的是對於民眾的部分 對 對外公開的部分 因為我們的公開的資料其實都是非常技術性值的 那不管是風險評估或者是我們的一個查核報告 其實內容都非常的艱深 因為它是一個技術性的一個報告 但是在石耀署的網站上我們有一個牛肉專區 專區裡頭就有針對民眾的疑問 或者是我們最現在的一個執行狀況 都有在牛肉專區裡頭 用QA的方式呈現出來 好 來 因為我想要告訴署長跟部長 其實我們從網站上面去看一些會議資料 它其實都沒有什麼太大的一個重點 那也沒有發炎的一個栽要 好 那風險評估的部分呢 是拿國人 我們去食用這個加拿大流肉的這個數量來平均 所以它算也是一個學理上面的一個就是評估 那38頁的這個實地查核的報告裡面 只有兩頁的結論 好 那在這份報告裡面 其實我昨天有好好的去看了一下 好 雖然說 署長說裡面可能是比較艱深的東西 但是它裡面大部分是在講這個 查核的一個流程 那以及當地 加拿大當地的一個法規 那最後的一個結論呢 就是說這個查核的結果 是符合加拿大現行的一個規定的 那當中其實我們沒有看到的是 我們請的這些專家委員 他的最後的一個結論跟意見 所以我現在要問的是說 如果就是艱深的東西看不懂 那我們到底要怎麼樣讓民眾去相信說 這樣的一個進口是安全的 請問一下 是 其實在所有的風險溝通跟風險評估 都有一定的程序 那我們在6月初的時候就開始跟各部會 開始對不管是團體或者是委員代表們做風險溝通 那之後其實我們對所有食品輸入的安全 都是食藥屬在做把關 那對於沿頭的管理的部分 我們有定一些的標準 就是加拿大出口的時候它必須符合 那在邊境的時候我們有三管五卡 那在上市後監測我們持續會進行 那標示的部分呢 加拿大牛肉產地來源必須要標示 這是一定要做到的 好 那我就要跟署長跟部長講 其實從去年11月開始 我們去了加拿大去實地去查核 那12月份有針對這查核資料 請加拿大它要提供說明 對 那也召開了這個專家委員的一個諮詢會議 那3月的時候完成這份報告的一個審查 其實這中間你們做這件事情 但是其實民眾他只知道說你們去查核 去當地查核 那已經開了幾次的專家會議 那你到底查的哪些查 其實民眾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我看了報告裡面我也不知道 那專家意見是什麼 為什麼這些東西是沒有跟對外去做一個說明的 報告員這個實地查核分了兩種 一種叫做系統性的查核 一種是例行性查核 這一次因為還沒有恢復進口 所以它叫做系統性的查核 主要是查它的法規 它的流程這方面 而且跟加拿大管理單位做溝通 而且需要我們的問題大家回答 第二種就是例行性查核 這是查廠 那主要它的進口量比較多的這些廠要做查核 這是例行性的 那在拿大這一次去的是 叫做系統性 系統性是比較嚴格的 所以這次查了哪些廠 它沒有 沒有特定去哪些廠 系統性不一定是查核 例行性才是查核 所以這次沒有查核 可以這樣說嗎 對可以 還是署長你要補充一下 是 報告委員 這一次我們做系統性查核 其實是從頭到尾 就是從它的飼養廠開始 肥育廠還有它的飼料廠 那麼對於它的屠宅廠 然後最後的包裝廠到出口 出口的時候它做了哪些措施 所以叫做系統性查核 所有養牛的跟屠宅的 然後到出口的 一系列的廠都有去看 所以沒有特定去查哪些廠 但是我們在新聞上面看到說 有五個 所以是媒體報導錯誤嗎 不知道 不知道 所以好像我確定說 我們沒有針對哪些廠去查 所以 要等到說我們實際開放進口之後 才會有這個例行性的查廠 才會針對各特別的一個廠家去查 所以我想要問說 我們現在這樣的一個系統性的一個查廠之後 這樣的一個流程之後 我們就可以確保說 現在加拿大的牛汁的進口 是安全無語的嗎 應該是這麼說 我們去做系統性的查核 主要是看加拿大現在的管理措施 跟它的申請文件裡頭的 是不是相符合 那對於它的管理措施 是符合全球各國的飼養的規定 是不是一致性的 那麼在這幾年來 從2007年的飼料禁令之後 它在第19例發生之後 有沒有一些法令上的改變 或者是措施上的改變 主要是看這個 那在所有的委員 專家委員提出來回來以後 大家討論的結果 對於它的管制上的措施是 跟書面是一致的 那它在19例之後 也沒有做一些比較加強性的管制措施 可見加拿大的說明是說 它現在的管制措施已經足夠了 就是第19例是因為它是早期 70個月齡的一個老牛 所以在之前的可能是單一的案件的原因 好所以我們現在台灣的人民可以相信說 在加拿大的牛肉是至少是安全的 可以吃的 應該是說我們的結論是 在加拿大官方監督之下 所生產的牛汁跟牛肉是安全 可以接受的 可以接受 好那我要問一下 在整個溝通的一個過程當中 因為我看 其實衛福部跟相關的部會 有一個叫做BSE的發生 國家牛肉及相關產品風險 溝通作業程序 我可以請教一下 這一個程序 它的一個溝通的一個重點是什麼嗎 包括委員那是經濟部的 對好那經濟部的代表 委員你好 你好 針對我剛剛所提的這個作業程序 這個溝通的作業程序 它的重點是什麼 它要做到什麼樣的事情 才叫做完成 跟委員報告一下 這溝通要點是 在去年9月的時候 我們也是跨部會討論 報請行政院核定的溝通要點 它本身的精神 就是在處理我們 處理所有牛肉進口 相關衍生的問題 所以不只是這個案子 以後我們所發生 可能任何各國產生 牛肉相關的議題 那麼加拿大這個案子 去年發生 也是經過很嚴格的審核之後 我們利用這個溝通的程序 當然溝通的這個 每一個案子 是有它不同的嚴重程度 但我們所利益的溝通辦法 本身是一個相對的全面性 但因為政府各部會的人力都有些 所以我們溝通 是不管是我們政府內部的協調 對民意代表 當然利益是最主要的民意機關 那麼對民間的團體 NGO 對食品安全有益力的單位 都是我們整個溝通程序裡面的 一個主要的對象 那你覺得這次的溝通有沒有做好 在我們可以運用的人力之內 我們認為應該做到相當的程度 嚴格的一個程度 嚴格的程度 我昨天身為一個民意代表 我昨天第一次 有你們的這個食藥署的 什麼台北區的小姐 來跟我這邊做解釋 這是昨天第一次 這是在公開之後 我才親自的見到你們部內的一個人員 所以我不知道說 你們現在所說的這個外部的溝通 我想全民的溝通 這麼多人 的確會有一些困難 那但是還是可以做 但是在立法院裡面 在未還委員會 或是其他的委員會裡面的委員 這相關的部會的委員 我相信沒有很多 尤其在未還裡面也就15個 那為什麼還是有一些委員 在你們公 就是已經公佈要開放進口之前 都沒有詳細的去聯絡到 那昨天呢 我也才收到這一份縮帖 我也才收到這一份縮帖 那這份縮帖 我不知道為什麼 五點多又來跟我抽換 這件事情有掌握到嗎 五點多為什麼要來抽換 報告委員 其實委員辦公室 我們同仁有去過好幾次 應該是去過兩次 那我們也遞送了資料 就是在6月15號左右 有遞送資料 這是到時代力量黨團 對 黨團也有去 黨團是我們所有各部會的都有去 到委員辦公室也有去 我們也有遞送資料 那我們也是尊重各個委員會 各個委員裡頭 委員所想要知道的內容 我們也表達說我們想來做說明 那昨天的抽換資料是因為 那個首付的附件裡頭的 那個程序裡頭 那個委員的名字似乎有 有一些露裂 所以我們就把那個資料做一個補充 跟補證 對 那我昨天也去看了一下 你們抽換之後的一個資料 因為四五點才來抽換這個資料 我們也覺得非常的奇怪 如果來的時候資料是正確的 應該沒有必要來抽換 我今天要提醒的是 這個或許是從前政府 就要做的政策 那到了就是新政府上任之後 我們來做 要不要開放 這經貿要不要開放 我覺得我們都可以 充分的來溝通來討論 但是這個過程 我還是覺得太過於粗糙 這溝通的程序還是都沒有做到 跟民意代表之間沒有做到 怎麼跟全民可以做得到 所以這部分 我其實還是要再跟部長提醒一下 還有相關的 不管經濟部外交部這邊 其實我覺得還是要好好的一個檢討 那部長我要提醒你一件事情 就是鐵打的衙門流水的關 今天我想你上任之後 過去這一些在 這些行政單位裡面 他們作業上面的一個 就是便宜形式 或是沒有謹慎的部分 請你要嚴加督導 以上 謝謝 謝謝委員 好 接下來我們請 吳坤裕委員質詢 主席好 各位先進早 好 那我們請 我們請 這個